Hello 你好 我是Sindy 美国认证健康教练 营养顾问 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个非常厉害 非常有效的燃脂减肥 帮助健康 帮助身体降低炎症 很多好处的饮料 它不是一般大家想的咖啡 绿茶 水 它是另外一个可以自己做非常简单 而且在家里就可以制作 让你自己调配你自己喜欢的甜度 非常好喝的饮料 而且你365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喝的 好处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如果你早餐以这个饮料来代替的话 效果会加倍 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成果 7天左右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所以在减肥的各位 想燃脂的各位 不要气馁 加入这个饮料 非常好喝又可以补充水分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超级饮料是什么 各位早上起来吃早餐吗 如果你想要减肥 燃脂 降低高血压 降低高血脂 降低高血糖 降低三高的话 早餐以这个饮料来代替会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首先早上你起来的时候 你有自然的一个血糖增高的情形 那个就是皮脂唇 它在唤醒我们身体 我们自然有一个皮脂唇的上升 它是一个压力的荷尔蒙 自然有一个血糖的升高 因为那个血糖就是让我们要起床了 让我们要去做今天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自然的早上不会感觉到很饿 因为你血糖有一个升高 有一个非常好的平稳血糖的值 那在你不饿的时候 你又吃东西下去 这个是在逼你的身体去吃东西 它根本那个时候在说 我现在还不饿 我现在还可以再利用身体自己有的血糖 而且你注意到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去厕所排尿 对吧 而且有口臭 有眼屎 有鼻屎 这些肮脏的物质 都是身体在隔夜的时候 在做一个解毒的过程 没错 晚上的时候 我们身体是在做一个大清扫 因为终于我们没有在吃东西了 他有时间去做这个大打扫 除非你在睡觉的时候吃东西 所以晚上睡眠的时候 睡前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 还有起床后的几个小时 没有吃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是能够保持我们血液干净 保持我们的血管健康 预防老化 预防硬化 非常重要的时间带 加上现代的人起床之后 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打开电视 打开手机 没有像以前的人 他们是非常劳动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马上要去收割 打水 捕猎打鱼之类的 之后他们回来之后 劳动后 回来之后 才吃东西 那个比较有道理 但是现在的一般人 早上起来之后 闲闲的没有事做 没有什么劳动去做 然后又吃便利超商 便当 那些高加工的碳水化合物 然后运动又不足 这个叫做生活习惯病 很多人烦恼的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 高体重 三高 四高 五高 这些都是生活习惯病来的 那你要从生活去改进 而不是靠吃很多药来改进 所以呢 早上起来 之后的一两个小时 你如果还不饿的话 那就把早餐晚一点推 如果你能够执行一天两餐的话 这是可以改善很多生活习惯病的方法 而且现代的人 很多人日夜颠倒很晚起来 很晚睡 可能中午起来 晚上加班到九点十点 然后才去吃宵夜晚餐 这样的情形 然后就直接去睡觉 你肚子非常撑非常满的状况下 去睡觉 然后只睡个五六个小时 起来又要去上班 消化的时间根本没有 如果你又去吃早餐的话 所以要有时间让身体去做打扫 要有时间让肚子去消化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早餐其实肚子没有感觉到饿 不想吃东西的人的话 以水分来补充 一天早上的水分量 是很好的主意 所有的茶类 红茶 绿茶 乌龙茶 黑咖啡也很好 但是要适量 柠檬水 苹果醋 这些都很好 如果你没有特别理由要吃早餐的话 如果你听信那些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最重要的主食的话 那你要看个人的体质 看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还有你的年纪 你的消化能力 运动量 你不会叫篮球选手 足球选手那些国际的运动家不吃早餐对吧 所以绝对是要看个人体质 那如果你是那个个体说 虽然我早餐不饿 但是我喜欢吃早餐 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想吃早餐的话 那在这里我提议一个案件给你 喝这个饮料帮助你减肥瘦身燃脂降低三高 奇妙的饮料 非常神奇的 短时间就可以看到成果 早餐以这个饮料来代替的话 身体免疫力增高 各个方面 健康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成果 它就是生姜红茶 没错 那个老姜红茶 生姜红茶 姜呢 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物质 它有含400种不同的有效物质在里面 而且历史上 它都有很多证明很多研究 对于这个姜有做笔记 在中国的药草书里面 那一个很有名的《本草纲目》里面 就有记载了姜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在2300年前哦 他们就发现了姜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能够刺激活性化我们身体里面的内脏机构 提高体温 提升新陈代谢 帮助排泄 去毒 身体多余的水分排除水毒 还能够解除脏气 帮助排气 真的是一个万能的解毒药 所以良药苦口是真的对吧 姜非常的苦 非常的辣 但是它的好处这么多 那在现代的医学里面 在现代的药理学里面 文章也记载了姜对我们身体里面能够增加免疫力 降低炎症 身高体温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燃脂 减脂 燃烧那些卡路里 一直血液的凝固在我们血液里面那些血块 促进消化 抗菌 抗头晕 降低挡布存 促进生殖机能 还有帮助血液在我们身体里面流动 也就是你的脑会比较清醒 那当你脑比较清醒 它帮助脑中的血液流动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比较好降低忧郁症 促进肾脏的解毒 体内进化的作用 像开了100台不同的吸尘器一样 打扫的机器人一样在我们身体里面转 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吃一些生姜看你的体温上升了几度 当我们的体温上升的时候 血液循环的效果增加代谢增加 帮助身体燃脂排除多余的水分 所以姜是在厨房里面不可少的 它又很容易购买 在超市一定有的 你可能会想 哇不知道姜有那么多的好处 但是只是看只是想 没有去实行的话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作用 所以麻烦你今天去超市的时候 买几个姜放在厨房里面 那红茶的作用 红茶的好处呢 红茶有含咖啡因 少量的咖啡因 所以那个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 而且这个红茶的红色 它里面有含这个茶黄素 这些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能够提升我们的体温 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配上姜里面的姜素 姜辣素 是非常好的搭配 促进我们发汗 促进这个利尿的效果 如果直接喝你非常难受 非常的受不了 觉得不好喝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蜂蜜 加一点黑糖 蜂糖 或者你喜欢 或者你在做生酮的话 你可以加罗汉果 Erythritol Allulose 这些天然的代糖 所以做法很简单 把姜磨成泥 加一汤匙磨碎的生姜 到热的红茶里面 红茶你可以用茶叶 或者是红茶的包 如果是有机的话更好 早上热热的喝这个一杯 改善怕冷病 如果你一直觉得很冷 身体低体温的话 帮助肠道蠕动 便秘或者是拉肚子 卸肚子 这个都可以解缓肠道的问题 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 降低高血压 每天早上喝着一杯 好喝的蒸姜红茶 习惯性把它带入到 你的生活习惯 持续下去的话 会有非常惊人的结果 那家里没有姜的人 或者是什么原因 你买不到姜的话 那个一条的在罐子里面 像牙膏的已经磨好的姜也可以 再来呢不一定要早上喝 你可以放后喝 饭前喝 一天钟都可以喝 但是避免咖啡因的摄取过量 像拌永久型的喝它的话 又非常好喝 对于减肥又有效 为何不做呢 为何不试试看呢 所以呢早上以生姜红茶来代替一两杯 或者你可以放在瓶子里面 一天钟都可以喝 改善你的体质 让你的身体的机能增加 你可能注意到了现在 世间上很多不同的减肥方法 有些人说这个有效 也有些人说那个有效 最有效的是你自己要去试验的 非常可惜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吃下去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 吸收消化有什么作用也不一样 所以请你一定要试验个几个礼拜 观察你自己的反应 自己的体能 你是不是觉得比较好 是不是觉得比较舒服 还去下决定 要不要把这个习惯变成生活习惯之一 那我个人认为早上是最好的时间 摄取身体里面该吸收的物质 因为早上起来 我们都在发呆 头脑好像身体都还没有唤醒的样子 那是因为一整晚我们身体里面 体温降低 大扫除刚做完 那那个时候我们唤醒我们的身体 以这个温暖的生姜红茶 提升我们的体温 排便利尿发汗效果 去水毒排水肿 再来呢你自己可以去调配 你自己喜欢的浓度程度 喜欢喝浓一点的话 你可以做浓一点的红茶 或者是浅一点的话 你可以加不同的甜化剂 蜂蜜 黑砂糖 蜂糖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强度 甜度 浓度来调配它 可以像半永久的去饮用它 好 今天很长的 讲了很多生姜红茶的好处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喜欢分享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